互港通被视为是北京给香港的一份厚礼 它允许香港及上海的民众可以买卖对方股票交易所的股票 虽然外界都普遍预期港股将因此受惠 但是呢也有评论认为说香港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是不如从前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你好 有媒体认为对北京而言 香港如今已经不具备十年前的不可替代性 因此要请教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未来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有什么竞争力 是 其实这个北京当局如果有那种看法的话 那我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这个本来也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是很正常呢 因为所谓的中国经济崛起 已经多少年了 已经30年了 那它刚刚崛起的时候是1980年代 1980年代那个时候香港当然是如入中天 那香港呢它最重要的这种产业当然就是服务业 尤其是金融方面它是值全球的这个牛儿 所以它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化大 这个服务业非常的化大 那那个198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这个香港人 然后到这个中国去领高薪 然后呢这个几乎啊他们的都在那边 然后是做很高的职位了 可是呢十年不到啊 他们就夹着这个尾巴回去了 那我记得呢那时候啊这个 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就是张武昌呢 他有原文章后 然后呢就在讲这两种这个情况 然后他他也观察说 你这个一个落后国家开始在经济发展的时候 当然会非常的快 那很快呢就会赶上了有一些国家的这两种发展 何况呢这个中国是地大物博 人力又非常的丰富 他人又非常聪明 可是他那时候还说香港的这个服务业 那个专才啊这个技术啊很难学了 但是呢他是接见了这样的那个 这个中国的一些的这样的大学生 然后到香港去 他跟他们接触以后就很惊讶的发现 他们学的是非常之快了 所以香港的这样的这个产业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再继续脱胎换骨 然后呢很快就被这个中国然后就追上 然后我们看看2003年那个SEPA签了以后 现在香港的经济啊几乎都要这个依靠啊 那个中国那也是或者在我们看来是所谓的路客啦 他们的这样子到香港去过买这个餐厅 好像也是这个路客多 所以现在呢香港的经济啊几乎是逐渐的 然后让这个中国人啊然后把它撑起来 所以这个香港的这个经济是往下掉 他们如果没有回复到这个自主的话 那是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这个中共当局呢有这种看法 在我看来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所以除非香港它又回复到自由经济的 好好的去发展 不然呢它是会衰落下去了